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Wonderful, 多谢你来我的频道 口味浓淡,各有所好 这条片是跟大家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 今次是跟大家分享两间餐厅 一间是埃及海鲜餐厅 另外一间就是意大利餐厅 第一间是Mermaid Fish & Grill House 它有1100个以上的评分 它的总评分是有4.5 根据它的餐牌Fish & Chips 周末它是不会供应的 不过真的周末去到这间餐厅 都可以尝试问服务员有没有 这款是鱼的套餐 它是时价的 就是这款是采用小村的鱼的鱼 人鱼的鱼鱼鱼到鱼鱼做中的鱼鱼鱼鱼鱼鱼干燥 也有很多食客會叫的,它是22元 魷魚的質感不錯,它沒有怪味 沙律又很新鮮,薯條外脆來軟 我和其中一個家人拿了一小部分炸魚來試試 它的炸粉很薄,而且它不油膩 魚的肉又有質感 它是有甜甜酸酸味的沙律,飯,蝦,魷魚圈和魚柳各四件 炸魚柳是分開碟上的 每樣各四小件,全部都在一起 炸魚柳的賣相真是一般 這裏的餐都對得住價錢,份量都很大 炸魚圈的質感不是很硬那種,它很容易咬,味道都不錯 不會說很鹹或者很濃味那種 炸魚的外層比較鹹了少少,但裡面的魚肉就不鹹 個人覺得這個炸魚柳有點普通,沒什麼特別 魚柳柳的外層調味是重手了一點,不過要來送飯都不錯 雖然它是黃色的飯,它是清淡的味道 蝦肉的質感是紮實的,它不是軟軟那種口感 味道適中,都挺好吃的,會令到你都想繼續吃 值得一讚,這裡的炸薯條很好吃 裡面好像薯蓉一樣,外面就很脆 好味道令到你吃不停,吃完又想再吃 在密市,這間意大利餐廳真的很多人來吃 它有7300多個評分 它的評價是4.5分 炸的醬油,這個醬油圈是必時之一 我們每次來都會叫這個 烤過的麵包已經變凍了 它不是暖的 新鮮的番茄是帶少許番茄的酸甜味道 這個是紅酒燜牛肋骨 我每碟都拿少許來試一下 三款意粉我個人的首選就是牛仔肉意粉 夠軟夠入味 這個這麼長的意粉 它是配炸脆的意大利火腿的 還有蜆肉和煙肉 這款意粉是比較重口味的 網上搜尋到的資料 距離的意大利粉是自家製造的 這個甜品甜度都很高 不太適合我 我們特別喜歡這兩款意大利粉 好吃必點之一 好 太好了 不太好了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